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近日,PC市场研究机构Mercury Research公布了2024年第二季度的最新数据显示。 与去年同期相比,AMD在伺服器、桌机和行动平台三个主要CPU类别中的市场份额都增长了几个百分点。 相比之下,英特尔则有所下滑。 Mercury Research表示,2024年第二季度,受到桌机、行动平台以及伺服器产品都将更新到3、5架构产品的影响。 AMD将现有的锐龙70008000行动平台和桌机产品带来了更多降价,从而提高了OEM和DIY渠道的销售额。 数据显示,AMD在X86、CPU市场的出货量总份额为21.1%,同比增长了3.8个百分点。 销售收入份额为18.1%,同比增长了4个百分点。 在细分市场销量和收入份额中,AMD的伺服器、CPU出货量份额同比增长了5.6个百分点至24.1%,收入份额也达到创纪录的33.7%,同比增长了6.6个百分点。 在桌机CPU方面,AMD的出货量市场份额为23%,同比增长了3.6个百分点。 环比则略下降了0.9个百分点。 销售额市场份额增长了3个百分点至18.8%,环比则下滑了0.4个百分点。 在行动平台CPU领域,AMD的出货量份额同比增长了3.8个百分点至20.3%,环比增长了1.1个百分点。 销售额市场份额增长了4.5个百分点至17.7%,环比则下滑了2.8个百分点。 另外,在ARM CPU方面,Mercury估计,这种架构在PC客户端市场的份额实际上略有下降,从第一季度的11%下降到10%。 尽管早在5月份的Microsoft Build大会上,就推出了一系列由高通ARM晶片提供支援的Windows Co-Pilot Plus PC。 据Mercury称,这一下降是由于对Corebook CPU的需求大幅下降,以及苹果基于ARM的Mac电脑出货量下降。 这部分被ARM CPU早期出货到支援,Corepilot Plus PC所抵消,但据信,在产品上市的早期,这里的销量相当小,不足以弥补Corebook的下降。 随着AMD在桌机、行动平台以及伺服器、CPU市场份额持续增长,英特尔对应的在这些市场的份额则都出现了下滑。 并且,伴随着3.5架构处理器的发表上市,以及英特尔的状况摆出,相信后续AMD的市场份额将有着进一步的增长。 但纵观整体市场,情况略有不同。 根据Mercury的数据,与第一季度相比,第二季度的整体的处理器总出货量有所下降,低于正常的季节性趋势。 这种下降的原因在于,物联网IoT和系统级晶片、SoC领域嵌入式CPU市场的出货量大幅下降。 这是由于对这些晶片的需求疲软,尤其是用于游戏机的AMD的SoC处理器的需求疲软。 入门级行动平台处理器的出货量也有所下降,主要是销网Chromebook的CPU。 Mercury Research总裁Dim McCarran说,这里驱动因素是AMD不断萎缩的SoC业务。 虽然AMD获得了客户端和伺服器的总份额,但这一变化远低于客服SoC出货量大幅下降所需的数量。 考虑到英特尔一直以来的厄运,英特尔的情况可能会更糟。 最近,英特尔被迫承认,其第13代和第14代Raptor Lake酷睿处理器的一些问题导致稳定性问题和过热。 目前,英特尔已经承诺对这些晶片延保两年,并正在提供一个微码修补程式来修复问题。 另外,英特尔最新一代的晶片的产能并不高。 英特尔日前披露的财报显示,今年第二季度,其亏损16亿美元,并宣布计划裁员16000多人,至少占其员工总数的15%,并将资本投资削减20%至250亿至270亿美元之间。 英特尔执行长帕特纪辛格于2021年重新加入该公司,以扭转其命运。 他将第二季度的一些困境归咎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限制,但无济于事的是,由于当前的人工智慧热潮,资料中心支出已经转向支援这些晶片。 现阶段,英特尔的增长主要是在网络和边缘CPU方面,而不是传统的资料中心CPU,英特尔报告的收入走势相当平坦。 Mercury也指出了这一点,其表示,AMD和英特尔在第二季度的伺服器CPU出货量都有适度的改善,这是值得注意的。 因为由于资料中心需求转向,以AI为中心的GPU,传统伺服器CPU的市场已经大大放缓。 英特尔虽然被AMD大抢势战,但在近期DevCon大会上,安全研究人员揭露了一个名为Sync Clause的高危漏洞。 该漏洞自2006年以来一直存在于几乎所有AMD处理器中,包括资料中心、CPU、绘图解决方案、嵌入式处理器、 捉机、HEDT、工作站和行动平台产品线等。 Sync Clause漏洞允许攻击者在系统管理模式SMM中执行恶意程式码。 这种模式是CPU的一种特殊工作模式,用于实现高级电源管理和作业系统独立功能。 由于SMM的隐蔽性,恶意软体可以在此模式下运行,而不被传统安全软体检测到。 不过,该漏洞的利用难度较高,需要攻击者首先获得系统内核访问权限,但一旦成功,攻击者便能够获得Ring-2权限,安装难以检测和删除的Bootkit恶意软体。 这种恶意软体能够控制系统主引导记录,即使在作业系统完全重新安装后,也可能继续存在,给受影响的系统带来灾难性后果。 AMD已经确认了这一漏洞,并将其追踪为TY2023-31315。 AMD发表新版认体和微码修补程式,以缓解Sync-Close对于各代CPU的影响。 可以说,这是AMD2006年以来的所有处理器,都存在一个重大安全漏洞,可以让攻击者几乎悄无声息地渗透进入,AMD也一直在推送安全修补程式,修复漏洞。 不过,AMD最新确认,并非所有Zen架构的处理器都会得到修补程式,这包括主流桌机平台上的锐龙1000系列Zen,锐龙2000系列ZenPlus,锐龙3000系列ZenR,发烧级桌机平台的线程撕裂者1000系列Zen,线程撕裂者2000系列ZenPlus。 AMD解释说,这些老产品都已经结束了软体支援周期。 对于伺服器、嵌入室、笔电平台,所有型号都会有修补程式,高效能运算的Instinct MI300A也得到了修复。 最新发表的Zen5架构的锐龙9000系列、锐龙AI300系列不再修复列表,它们大概已经从硬体上解决了。 AMD还强调,这次修补程式不会造成任何效能损失。 值得注意的是,尽管漏洞存在已久,但由于其隐蔽性和利用难度,至今尚未发现黑客利用该漏洞的案例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一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